今天在新出派健康跟我來 義大利麵可是年輕人的最愛 那麼老年人阿公阿嬤 就覺得說那個口味不太合 因為不是紅醬白醬 就是青醬 怎麼樣吃起來都是洋裡洋氣的 可是我們今天大廚師謝一新師傅 要教我們做一種叫做 台醬義大利麵 我們大家就一起來學學看吧 開放了 可以來個阿公阿嬤喜歡吃的 義大利麵 所以我們謝一新師傅 要怎麼樣做台醬義大利麵呢 所以這一道料理叫做什麼 叫做 難想像耶 義大利麵會跟那個 波布子擺在一起 其實有什麼不可以呢 對不對 對 其實是可以的 它的味道是很適合的 很搭配的 對嘛 從你開始就顛覆了 絕對不是義大利麵 只有什麼紅醬 白醬 青醬 對不對 我們來個台醬 對 用台醬 對 這個叫做破布子義大利麵嗎 對 破布子義大利麵 好啦 先讓大家看一下 準備什麼樣材料跟調味料 好 破布子天使細麵 材料有杏鮑菇兩條 天使細麵240克 黃結瓜一條 綠結瓜一條 紅卷生菜30克 綠卷生菜30克 葵花苗適量 白花椰菜一小朵 炸過的羅勒葉六片 調味料有橄欖油250ml 香菇香春醬120公克 辣椒碎15公克 褐布子碎100克 硬油80cc 香菜15克 鹽及胡椒適量 香油50cc 這邊看起來是西式的 對 西式的 也西式 但是看不懂哪兩樣是台式 台式的話就是有那個 聞味道像 香春醬 這是香春醬 這個香春醬有調味過 對 它是有調味過 它是香菇香春醬 好 我想說一般香春醬是綠的 對不對 它這個是有加了香菇 對 好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乾素質 就是破布子 破布子 破布子 它把它紙去掉 然後把它剁成碎狀 好麻煩 等一下 請問這個去紙 是誰幫你去的 老婆跟 老婆嗎 因為這個很麻煩 對 很麻煩 對不對 好 你就洞口而已 對啊 有啦 我也有用 你也有用 好 那你等一下至少 可以教我們怎麼用 好 OK 那現在怎麼做 對 然後我們先把我們的 蔬菜切一切好 結瓜 對 這是黃結瓜 那因為今天我們會搭配一些 一些烤的蔬菜 那我們把它切成大概差不多 1.5公分的塊狀 圓圓的 對 圓圓的 好 好 現在 我來拿個大盤子給你 謝謝 其實現在很棒耶 在台灣買櫛瓜好方便 幾年前還沒有這麼方便 現在櫛瓜還滿方便 然後這個也是 對 這個也是 顏色不一樣 這個是綠櫛瓜 有分喔 有 我從來沒注意到 我以為是 這個是還沒熟 這個是熟了 其實是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品種 我一直以為 有一種中間不黃不綠 那個是 又是另外一個品種 對 又是另外一個品種 好 然後這個是杏鮑菇 一樣我們都切成我們要的 全部都長一樣 對 要選的話就要選 直一點的杏鮑菇 對 直一點 切這麼厚 對 切這麼厚 等一下我們用拌烘烤的方式 來去煎烤它 然後我們不用進烤箱 我們用煎跟烘烤的方式 所以家裡沒烤箱OK OK 好 這個玩具 然後這個是 你知道這還有一個輪子 看到沒有 這兩邊還有輪子 我們在想這什麼東西 拋刀 對 它是可以拋薄片的 譬如說 對 像這樣子拋薄片 這樣子一片一片的 方便使用 你要拋什麼東西 花椰菜 白色的花椰菜 那花椰菜在他們北歐 他們那邊也有吃生的 把它做成沙拉 就是直接拋成薄片 就是做成沙拉 花椰菜可以吃生的嗎 對 可以吃生的 泡過水之後可以吃生的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是 把它切成我們要的切面之後 然後下去拋 好 很薄 對 要很薄 所以這個刨刀 比我們一般的刨刀 刨出來的東西細 對 比較細膩 那這個應該是在特殊的店 才買得到吧 這個百貨公司就買得到了 花椰菜你幹嘛刨那麼薄 因為我們要它的口感 然後再來是 因為我們拋薄之後 我們把花椰菜泡冰水 所以你要吃的是生的 對 吃的是生的 到最後放在上面 我們淋上我們的醬汁 然後泡飽之後 我們把它放上去 它到最後會有點捲曲 然後去做裝飾 它還蠻好看的 然後口感也很好吃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平平薄薄的對不對 對 等一下泡過冰水之後 它就會有點彎曲的感覺 冰水裡面要放什麼嗎 只要冰塊跟冰水 跟水就好了 生意水就好 就是順便也洗鍋這樣子 好 我們等一下來看它 會墊什麼樣子 好 來做我們的醬汁 醬汁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義大利麵的醬汁 青醬 紅醬 白醬 這個是 這是誰讓你想到這一種 其實 其實我會比較用 就是我們在地的元素 去取代他們西方的 那個食材的東西 比如說我會覺得說 像這個東西 可以取代他們的酸豆 然後菇類的話 我們可以取代它的牛肝菌 牛肝菌菇醬 這些來去做 你是說香菇醬 可以取代他們的牛肝菌醬 或者甚至於是松露醬 對 甚至於是松露醬 這是我們台灣有的東西 而且它相對上 價格就便宜很多了 對 價格就便宜很多了 真的 這個好 因為我們常常看很多的異國料理 看是我們很多觀眾在反映 就好看 但是那個材料是很難買 不好買 對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東西 都可以取代西式的食材 來去製作 好 各位婆婆媽媽 我們大家就照這個方式來做 好 剛剛有熱之後 我們加我們的香菌 我們去爆炒它 炒出它的香氣 好 因為這個香菌 是它加了香菇醬 所以它會味道比較更香一點 對不對 對 這個我最喜歡吃食材了 然後 然後你看經過油爆之後 它的香氣就會更明顯 然後這個辣椒 今天的辣椒是去脂的 不錯喔 對 那你也可以考慮 你如果喜歡吃它的話 就不用去脂 我要它的香氣 去脂它有香氣 而且它的那個 比較漂亮一點對不對 對 我發覺這個香菌醬 加了香菇的香菌醬 確實比那個單純的香菌醬 又多了一分那種 味道 好 那爆炒香度出來之後 我們再下我們破布紙 破布紙真的去脂好難弄喔 因為而且有的破布紙的脂 比較大顆 比較大顆捏出來還摸得到 有的破布紙的脂好小喔 對 模糊到 對啊 所以要一顆一顆挑 我每次就是覺得說 萬一漏掉那一顆 一不小心在菜裡面咬下去 牙齒就斷了 對啊 然後再來 加上我們的硬油 因為破布紙是硬油浸泡的 然後我們要相互搭配的話 我們再加上我們的硬油 硬油比醬油更香甜 對 硬油是黑豆量造的 難怪 請問有賣那種去好紙的破布紙的 好像沒有 我可以幫妳專送 所以說現在就是說 你一面就是 真的只能一顆一顆用對不對 對 只能一顆一顆用 一顆一顆的很仔細的 把那個紙確定挑出來 對 確定挑出來 因為它有的真的小到 像米粒這麼小 對啊 我們要熄火了 對 再把我們香菜跟香菜梗 切碎倒下去 拌勻 太好吃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香油 增下它的香氣 這一醬真的是 不抬不要錢 對 很抬 真的很抬 真的很抬 從頭到尾都抬 抬到底 又有香菜 只有一個橄欖油不抬 那我們要把它更抬的話 我們用苦茶油 苦茶油更抬 對 對不對 對 沒問題 好 OK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起鍋 好 好漂亮 你要留一點是不是 沒有 留一點在鍋裡 我來 把它全部清乾淨是不是 對 好 小心 讚 怎麼會這麼地 這個在幹嘛 這個是鑄鐵的 那個烤鍋 現在烤蔬菜 對 現在要烤蔬菜 你也可以用平底鍋 直接用煎的就好了 然後蓋上鋁箔紙 就是煎完兩面之後對不對 把它熄火 蓋上鋁箔紙 讓它烘烤就可以了 它不會有水氣 會有水氣 但是它其實會讓它更容易熟透 就是用半蒸烤的方式去做 蓋鍋蓋不行嗎 為什麼要蓋鋁箔紙 可以啊 蓋鍋蓋 蓋鍋蓋也可以嗎 蓋鍋蓋也可以 因為我想講你蓋鋁箔紙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其實就是有點半烘烤的方式 它上面的熱度會比較均勻 對 如果蓋鍋蓋的話 它中間有空間 對 中間有空間 就會熱度會比較散 對 你看我就 你連講完 我也是要逼你把它講完 對不對 不然你才不會隨隨便便說 是蓋鋁箔紙 對不對 好 OK 來 然後我們熱了之後 下一點點的橄欖油 下去煎烤它 大家看謝忻師傅煎蔬菜 然後我要來嘗一下這個台醬 你可以試看看 它的味道其實拌拌拌麵都好吃 它跟一般的醬不太一樣 它多了一股鮮味 對 很鹹香 鹹香 鹹香鹹香的味 然後 因為泡泡脂鹹嘛 對嗎 對 還有硬油 對 硬油是 鹹甜鹹甜的 鹹甜鹹甜 所以它中和起來 它是有一股叫做鮮的味道 鮮的味道 好 好 這個等一下再來 怎麼這麼讚 好 如果說請問一下 我們家裡如果有烤箱 我們可以全部一次把它烤起來 對不對 對 就是橄欖油淋一淋 然後胡椒跟鹽巴灑一灑 就可以直接進烤箱了 就直接全部通通排在烤箱裡面 對 全部都進烤箱烤 然後做一下 那這個中間在烤的時候要翻嗎 基本上如果上下午烘烤的話 就不用再翻了 好 通常這樣子烤是要烤到什麼 用眼睛看還是要可以定時 如果用220度的話 大概烤差不多8到12分鐘就可以了 看你的烤箱的馬力 其實我們是先把這個醬做好 然後在這個要吃的時候烤蔬菜 然後再煮個麵 根本就是說廚房會 內衣餐連油鹽都沒 就可以穿得漂漂亮亮 然後就可以把這一道料理做起來了 對不對 對 好 這個好好吃 怎麼這麼好吃 這剩下來的 你看那個麵給它拌一拌 不要浪費 等一下把它拌一拌好了 喜福 好 然後現在我們就 這樣子在烤很快對不對 現在要來煮麵 天使麵 好 天使麵也就是所謂的 叫做義大利麵線 對 義大利麵線 然後再加一些鹽巴 好 OK 然後這一種麵 其實我們煮麵它外殼 都會有時間表 是 我們可以斟酌我們喜歡的 麵的硬度下去斟酌 好 因為義大利天使麵 就比較QQ的 天使麵可以煮的時間 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說 用這個烤盤來烤 它會有紋路 對 會有紋路 對 我就在講 明明有烤箱 你是怎麼不可以 因為這樣不漂亮 對不對 對啊 做菜還是要有一點美感 要漂亮 要漂亮 對不對 原來如此 好 然後我們可以下一點點的鹽 現在它速度很快對不對 對 用這個烤盤很快 然後一樣再淋一些橄欖油 多增加一點點那個油 因為它其實油不多 這樣它的烤起來會比較香 好 如果說是用烤箱 我們烤的話就是比較簡單 依次可以烤很多 但是差就差在它面那個紋路 對 然後煎烤的溫度會比較高 它的香氣也會比較明顯 對 水分跟甜度也會比較容易 保留在裡面 如果說是烤箱的話 它香氣沒那麼明顯 對 香氣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這個是直火 它的溫度會比較高 好快 所以也就是說要快速的溫度 讓它表面烤熟 但是裡面 蔬菜裡面的湯汁 對 溫度還有 如果我用烤箱 烤箱的溫度高一點 然後速度時間短一點 可以嗎 也可以 也是拿捏那個火候對不對 對 你看我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對 我已經 我真的很會講 但是真的到我自己去做 我已經被我們的觀眾 很多觀眾 會講會吃就好了 這樣我們只有其他談 對 我每次都覺得自己很慚愧 因為我們有很多內行的觀眾朋友 都直接跟我講說 你都靠一張嘴對不對 我自己會 對啊 奇異的就交給我們來了 對 動手的東西交給我們就好了 我們能夠會講會看會吃的 是... 好 那這個很快就煮好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 這種天使細麵的話 這個大概煮三分鐘 速度很快 那要直接放進盤子嗎 沒有 我麵會稍微把它拌一下 然後再裝盤這樣子 還是要拌 還是要拌 讓它有味道 對 拌這個對不對 對 拌香醇醬 拌我們的泡布紙香醇醬 所以軟硬度就讓自己來決定 對 然後我這個已經 因為它是用鑄鐵 所以我們要熄火 讓它余溫下去去加熟就好了 余溫好 基本上這個要香氣 要香氣 所以我們就要用那個來烤 來 好 熱度下去的話 它的香氣會更明顯 香氣就更冒出來了 對 這一醬真是了不起 這一醬 這樣子拌一拌 好 再拌上我們的 剛剛做好的 泡布紙香醇醬 對 不用太多 我們最後還可以再淋一些 好 我真的這個多做一點 就放冰箱裡面 可以 放蔬菜 拌麵條 拌飯都可以 對 拌飯都可以 好香 真的 你很難想像到 它的那種鮮味 好 再來我們來擺盤 擺盤了 好 擺盤也是 雖然說台式義大利麵 它還是要有義大利的感覺 對不對 對 取大概一口的大小 這個是比較方便的做法 就是用湯匙跟麵茶下去捲 去調 會比較快 所以是可以做出你要的感覺 好 然後再來 這是方便的方法 擺我們的蔬菜 有不方便的方法嗎 不方便的方法就是直接捲 擦子 擦子 就是夾子直接就有辦法捲 對 那個是 你們大廚師直接用夾子 夾到那個盤子裡去捲 對 好的 所以說這個 好秀氣的一份 大個子塞牙縫 這是給我們女生吃的 因為它的蔬菜比較多 對嗎 要我的話 就是這樣子 剛剛好 好 再來我們就是把一些芽菜 所以這個是薄薄的 看到沒有 有沒有 它已經捲成 它捲起來了 對 然後 就是要這麼薄 才會有效果對不對 是 對 你吃看看它脆脆的味道 然後尾筋帶一點甜度 真的好好吃耶 沒有想到花椰菜可以生吃 很好吃 請問綠花椰菜也可以嗎 通常我們都用白花椰菜 綠花椰菜它的嗆度 它的味道會比較重 生吃的話是白花椰菜比較適合 對 白花椰菜比較溫柔 對不對 對 好好玩喔 你們看到沒有像綠絲花邊 這根本就女生吃的嘛 還有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夢幻女生 然後再裝飾一些蔬菜類的東西 這個看了就已經覺得說 自己就好像一個很浪漫的公主 這絕對感受不出來 好 它是台醬 意大利麵 好 然後 再淋上我們的潑布紙醬汁 再淋上我們的潑布紙醬汁 然後再帶上一點點那個香菜的碎碎 對 它的綠還有辣椒的紅 你真的搞不清楚它是什麼醬耶 太神秘了 好 最後再擺一個裸樂葉 它還是有意大利麵 好耶 來吃吃看 後步子天使細滅 做法是黃結瓜 綠結瓜 杏鮑菇切圓片狀 接著入鍋煎烤至兩面呈金黃色 再撒上適量的鹽及胡椒後 盛盤備用 白花椰菜修成小朵 再刨成薄片之後 泡冰水備用 將橄欖油入鍋加熱 放入香春醬 辣椒碎 破布紫碎 以中火爆香之後熄火 接著加入印油 香菜碎 香油拌勻 即成為破布紫香春醬汁來備用 煮一鍋沸騰的水 加入一大匙鹽 放入天使細滅 以大火煮約七分鐘之後 撈出瀝乾水分 接著拌入適量的破布紫香春醬汁之後擺盤 再放上已經烤好的蔬菜 白花椰菜片 生菜 再淋上破布紫香春醬汁之後 擺上羅勒葉就可以了 來來來來吃 這個叫做台式意大利綿綿 這個一口下去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我覺得比青醬紅醬白醬好吃 還要來得最會對不對 搭配天使細麵它的口感會更好 它甚至於它可以讓你感覺上 你可以代替松露 然後松露意大利麵 然後它又沒有松露這麼濃 這麼嗆的味道 對 好耶 然後再搭配蔬菜 其實是一個還滿清爽的 而且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蔬菜如果說是 我們用烤箱烤 很方便 但是真的 缺一味 用這個 焦香味比較不明顯 對 這個就會有一種 很天然的那種 有一點炭 炭烤的味道 真的有炭烤的焦香味 然後它的水分也會比較保留在裡面 很好耶 好 我們大家就照這個方式 然後來做一個這個 特別 不一樣的 台式 叫台醬義大利麵 我們希依馨師傅真是讚 謝謝 太棒了 謝謝 謝謝